一样是教师节活动镜头来到瑞芳 联动国小有校友回学校捐赠布衣谷来感念师恩 表达敬重师长及感念学校 还有学生手做石花洞代替凤茶给师长品尝 让联动国小的教师节很不一样 布衣谷是联动国小的特色课程 是海上渔业浮球及披布全手工制品所费不资 有破损及数量不足 学校却没有购买的经费 而第23届校友听闻消息 便积极发起该届毕业校友为购置布衣谷经费募款 不到一个月就募集了22万7千元 并在教师节当天进行捐赠格外有意义 我们的校友23届的校友 他们感念母校的一些施恩 然后也关怀我们的学弟妹的一些在校的学习 所以特别赠送我们布衣谷的一个经费 总共有22万7千 所以是相当多的经费 我们也欢迎他们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进士活动 我们找我们这一届二三届的同学校友 一起来把这个经费凑足 让这个这么特别的布衣谷的制作跟这个记忆传承都可以延续下来 大概是这个情况 那他就回去我们群组里面去召集我们有找到的同学23届同学 然后一起共襄盛举的把这件事情完成 教师节当天除了有校友捐赠不一股经费 还有学生送石花浸诗卡及奉上石花洞给每位教职员工们 学生腼腆的奉上石花洞给老师 一句老师您辛苦了 全场气氛温馨感人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有那个用卡做卡片给老师 然后卡片上有石花菜 然后我们自己用石花菜做石花洞给老师吃 老师谢谢你祝你教师节快乐 上表示学校将进士活动与感恩概念融入相关教学活动 以便进行结合语文艺术人文综合及生活等学习领域之内涵 引导学生表达感恩进士之意 学生透过制作石花进士卡片 将当地食材石花压花进行创意联想 并显下对老师满满的感谢与祝福 杰成为瑞芳采访报道